女人是一个家庭的主心骨 关乎家庭的稳定与幸福 一味闲内住 可以给予你家庭的温暖 是你走向成功的阶梯 反而言之 民间有句老话 如果你想报复一个家庭 只需把自己的女儿宠坏 然后嫁到她家去 如果你不幸娶了一个 连自己都管理不好的女生 那么你的人生悲剧 就要拉开序幕了 如此可见 一个女人对家庭的重要性了 具有以下五个特点的女人 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第一心地善良 一个女人你可以没有漂亮的外表 却一定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善良的人 看待周围的一切 都是抱以乐观包容的态度 愿意向身边的人 传递自己的光和热 你的家庭和后代 也能受到良好的熏陶 和睦快乐 幸福圆满 便是每个家庭的追求 如果娶一个心机很深的女子回家 天天猜不透对方想啥 每天活得像公斗剧 又有什么意思呢 第二 持家有道 两人重组一个小家庭 方方面面都要顾及人情世故 家务所事都要学会处理 这时候 要是有一个持家有道的妻子 帮你打理一切 成为你坚强的后盾 你便能减少后顾之忧 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事业 所以说 一个闲内住 真是成功的一大处理 第三 相夫教子 结婚之前 你可能拥有一片森林 事业浪荡 结婚之后 双方多点为家庭收受心 忠于彼此 如果女方还惦记着 外面的花花世界 对丈夫和孩子不上心 整天不在家 这个家庭几乎是散的 女人是维护家庭的纽带 只有她围着家庭转了 照顾孩子 体贴老人 家庭才能和睦 第四 蜘蛛常乐 一个女人若是不满足于现状 整天想着如何找新的刺激 或是拿自己的家庭和身边的同龄人比较 动不动就苛责丈夫不努力 没有提供更好的经济条件 天天只想着如何使自己更有面子 长期以往 不仅影响夫妻感情 还有可能增加双方出轨的概率 找一个蜘蛛常乐的女人 镇守在家 每天怀着感恩的心 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悠然自得 其乐融融 何不美哉 五 善解人意 所谓红颜知己 乃是男人们一直所追求的 能取到一个理解自己 尊重自己的女人回家 是莫大的福分 她能在你失落时给你肩膀 在你得意时 督促你 借交借照 你的难处她都懂 你的决定 她无理由支持 默默在你的背后 给予你的力量 这样的女人 从不骄蛮任性 肆意妄为 只为你提供温暖 娶到一个好女人 是人生之幸 愿各位在茫茫人海中 找到自己的缘分 幸福美满